美国加州接连遭受到暴雨侵袭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并有超过12万户的用户无电可用 由于还有新的一波暴风雨 即将来袭 总统拜登已经批准加州 进入紧急状态 山坡上不断滚落巨大石块 占据了整条道路 美国加州北部最近接连遭受 狂风暴雨侵袭 引发土石流和洪水 原本在家门前的蝉蝉小溪 现在都变成了汹涌河流 道路淹水民众的家园 变成一片水箱泽国 有人在街道上滑着橡皮艇 也有不少车辆冒险涉水而过 却开到一半抛锚 只好下来推车前进 还有人是被困在大水当中 只能无助爬上车顶等待救援 下水道涌出喷泉 高度和一个人一样高 道路被大水破坏 有驾驶闪避不及 连人带车掉进大洞里头 幸好救援单位 有将车主给吊挂上来 路数压倒 房屋和汽车 多动建筑物损坏严重 更是造成不少死伤 总统拜登已经批准 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因应对即将到来 行一波的暴风雨威胁 建筑物剧烈摇晃 印尼塔宁巴群岛附近海域 当地时间10号凌晨 发生了瑞士规模7.6强震 民政权吓得跑到屋外避难 这起强震连远在澳洲的达尔文都有感 最强震度达到了5.5 许多建筑物受到轻度和中度的回损 记者最后报道